就是说好那个环境部分如果是英文版如果是中文版你要变英文版非常简单 然后你就是一个批示档 就是批示档里面就放一个那个 Eclipse 这边打一个Eclipse 你就是执行那个Eclipse 然后空一格的话这边就是一个Dash Dash NL然后空一格 双引号 EN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这个地方要执行的是 这个 就是 英文版 英文版 他出来的界面的话本来是中文版 那就会变英文版 把它save一下 另外还有个第二种方式拖拉过来 你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按右键你可以看内容一下内容里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后面加什么 空一格加上那个参数也可以 他就知道说你这个后面的要 这个捷径就会是一个英文的版本 出来的话他就不会中文化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这个第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习惯是中文化的版本的话 OK 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里面已经安装的东西这个已经在上一次 就是 环境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有沒有装那个 JDK的32bit 因为我这个Ecalyptus是32的 所以 对应到的JDK也是32的 那即便你的环境是64的 你还是要装 32的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是说 你们要先确定 开起来之后呢 他会出现 可能第一次你下载解压说 他会问你说你的那个什么 SDK在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 大方先选 确定了 确定之后的话进到里面 喜好设定里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enjoy 有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请指向到 这一个根目录底下 就是我们解压说出来的目录底下 会有enjoy的SDK的Windows 你去把它重新 指向正确的SDK 然后按一个套用之后 你的SDK就出来 当然如果说 你们是用 之前你们用那个 ADT的bundle 也是一样 你要先check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他会指向到 错误的SDK的话 那你 出来的那个 打开的专案 就会是乱的 就是说都会叉叉 为什么 因为特别注意 这里面这个SDK 他是对应到 同样一个版本的 ADT的版本 也就是你下载ADT的话 像现在最新好像是 22.6 也就是 那个 AndroidSDK的版本 也要是22.6 如果两个版本不match的话 那就 这个环境的话 就会有问题了 就没有办法 启动那个 专案的话 就有错误出现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update的时候 他会叫你要update ADT 请你千万不要update 因为你update ADT的话 你的AndroidSDK 也要整个全部update 也就是你要砍掉 重新再来了 那就会非常麻烦 OK 第一个 我想 喜好设定里面先确定一下 这个路径 将来 无论如何 请各位 先检查一下 有可能 因为你有两三个环境 就是指向的SDK 不正确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底下会秀出 你这个环境里面有 已经安装的SDK的版本 OK 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安装ADT 我前面讲过 Install Software 书里面也有讲 不过书里面教我们的方式 是用那个什么 add的时候 我上次讲 就是这边的话 打一个 ADT ADT 然后呢 路径的话 你可以当然 可以从那个网页贴上 那个下载的链接 不过这个方式 我比较不建议 我比较建议你去找到你的ADT 的档案在哪里 那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 Google的网站上下载 记得好像我这边有 有下载到我的滴跌底下 下载的路径底下 好像是download吧 里面有个ADT 这个版本 22.62 而且要点62 你点63也不行 OK 然后开起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我们把它装上去 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这个是叫离线的 离线的安装ADT的方法 如果你是贴上那个网址 叫做就是 就是online的 连线的 不过online的方式 但是我讲过了很容易卡住 很久 所以很多同学 照书做 都发生卡住 一直奇怪不行 所以书上没有叫你用离线 那为什么我知道 这自己踹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 经验 书上没有讲的 所以很多同学自己看书学 卡来卡去 为什么 因为书上没有讲到一些 DETAIL的东西 OK 第一个你就把它挂上去 就可以安装好 那安装之后的话呢 有ADT 第二个是你再去启动什么 启动这边有一个叫做 Android SDK 的Manager 那预设里面 我解出来的话 是里面是空的 没有那个 安装任何的SDK版本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自己去装 不过我建议 暂时先不要装最新版的 因为为什么最新版还是存在有一些些的问题 而且 除非说你已经是进阶的用 就是进阶使用者 不然的话 很多问题你恐怕没办法 自行解决 另外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update 这边有一个update 也不要打勾 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陷阱 你不要再update 像之前有同学 就直接把update下去了 第1个这个选项 有没有 这个Android的SDK2 这个选项 他会有时候会自己帮你更新 那更新之后跟你的SDK的版本就不match 不match的话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这个 第1个选项建议一定不要勾选 除非你有把握 不然不要勾选 那其他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他如果有安装的 就会打勾 像我这边是装了4.22的版本 包含就是说我的什么呢 Document 就是里面的说明档 这个说明档的话 他才会跳出来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SDK 还有Sample Sample我没有安装 如果说你们需要那个Sample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勾 他会有提供给各位一些Sample出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 就是说你的模拟器的image 我这边 所有装那个Aunt Aunt就OK了 我觉得 因为我试过了 这个用Intel的X86的 这个 Atom的这个 System Image 他会 用Intel的方式模拟 但是如果说你的电脑 如果你有i7 i5 以上的那个 他有那个Virtual 就是VT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 他会变比较快 开机速度会变比较快 但是开机之后还是一样慢 就是开机速度变快 所以后来我干脆 只有开机速度变快 那好像还是很慢了 所以 我就没有装 如果各位有 你的电脑 配备比较 高等级的话 你可以 下载这个image 然后你在建模拟器的时候 选这个就OK了 他会多一个选项 是Intel的 但是我觉得初期 你们就用这个Aunt就好了 比较单纯 然后 然后其他还有2.33 那基本上4.22跟2.33 那初学者我还是建议你先用2.33 为什么因为光模拟器开启的时间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码表示一下 大概 2.33的开启时间 我用i5的电脑测大概30秒 那如果4.22的话超过一分钟了 开启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只是初期只是想要去 设计一个简单的 Android App的时候 说真的啦 你暂时 还是用2.33的模拟器就好了 不然的话 光要看到画面 你就是要等 除非说你将来已经OK了 已经Ready了 你觉得说这部分 我 没问题 你就可以再test 新的版本 这个无所谓啦 所以初期的话 我比较prefer 你们 先用2.33的版本 那其他的话 这些暂时要不要勾选 不勾选的话 就无所谓啦 暂时有需要的话 你再勾选 然后再把它Install 不需要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delete 所以你可以check一下 有勾选的话 这边它有勾选的 也就是你要update 你要勾 原来有 你就把它勾掉的话 它就变delete 如果原来没有 你打勾的话 就可以被Install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 另外有个 Google USB Driver 假如说你的 手机 你要将来不用模拟器 你想说模拟器太慢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自己的手机 那它如果在USB Driver里面 抓得到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 装上去 但是我试过啦 比较旧的手机 反而很OK 因为一下就抓到 但是比较新的手机 因为它还没update进来 所以你可能要到官网去 好官网去 或者你们可以去装 装那个什么 我之前装过像什么 什么豌豆甲大陆那边 或者什么360 什么 那种 那种 很奇怪 那个什么 然后它就会自动 侦测到你的 手机 也会自动帮你去 对应的官网去下载 不过 那样的软体用起来还是 怕怕的 因为它 做了好多事情 然后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装了 我赶快把它 nistore掉 不过那个软体真的很超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像说别人的手机 即便是 就是没有解锁状态 你把它插上去 它有个功能 一键备份 一键备份之后 它里面所有的 LINE 什么 FB 什么 简讯 联络人 全部 通通把它备份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电脑上看得到了 好 好强 好强 所以 它的手机即便是 解锁 就是 没有没有开锁状态 就是 也许有的人 他会锁密码 对不对 好 你就把它操 你们可以试试看嘛 真的我试过 通通可以 没有问题 所以 太可怕了 所以 所以 不哑照 就是这样出来 有可能 这很容易嘛 因为很多人以为说 除了他知道密码之外 别人都不知道 其实太容易了 所以 不要轻易 拍一些不哑照 不然的话 到时候 被放在网路上 就尴尬了 OK 那这里的话 就是相关 另外就是说 还有 如果你是装intel的 就是刚刚那个模拟器 你还要再装这一个 这个如果没有装的话 他也不会加快了 就这个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是装 刚刚讲那个intel的这个 这个 这个模拟的 这个image档的话 那我试过好像也没快很多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后来我发现 你这个快还倒不如怎样 用2.33的模拟器 因为2.33的 直接就打开了 没什么负担 OK 所以 这个自己再去试试看 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 需要了解 而且他会 不断有更新的版本 那我建议各位将来 不要轻易的去 去更新 尤其是第1个选项 对不对 第1个选项 不要随便打勾 不然到时候乱掉的话 像之前就有同学 就把他打勾了 然后更新了 跟我讲说老师怎么办 我说你砍掉 重新解比较快 就把 那个 ZIP 打 就是Eclipse 4.22那个 重新解了 就好了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不然的话你还要 因为你ADT更新的 你SDK的版本 要先把他全部 打勾取消 让他重新再盪一次 那那个时间我算下来了 解压说比较快吧 OK 所以 可以试啦 如果试不OK的话 你也弄不回来的话 你干脆把原来的环境砍掉 重新再解出来 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这样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模拟器部分 也一样 这边有个模拟器 或者你从那个 视窗里面的那个 AVD 对不对 Manager 那里面的话 特别是我这边 只有2.33 那你可以edit 进来之后的话 我大概几个选项 我会用 因为他上面有些device 他可以用平板的 有没有 他有那个 10 7 5等等的 但是这些 他都非常 非常吃 记忆体 比如说你用 7好了我看一下 7他1024嘛 RAM他标准的 这个是标准范本的 然后如果是5的话 我镜像中好像就要到 比如说到 到 19 那当然相对的你实体的 这个是 你实体的RAM 也要share出来 所以你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实体的memory 没有这么大的话 没有这么大的记忆体 也开不起来 所以我建议各位就可以选这个啦 初期 你要先能够RAM出来 所以建议是用那个HVGA 这个好了 然后底下的版本用2.33的 那另外这个这个都不选了 其他的话 啊这边的话 像上次同学有遇到就是说 奇怪为什么老师他只有一个 就是说他旁边没有控制的 有没有 那一 那一些 如果你不需要有控制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不打勾 如果你需要出现 比如说像什么 Back键啦 Home键那些的话 那记得这个一定要打勾 那另外这个 CAMERA这个没没差啦 然后RAM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的电脑 RAM太小 你刚才改256也可以啦 其实没什么差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用的实体的RAM多少 有时候 如果你怕吃太多RAM 因为他一启动 他就是直接就是把你的512的RAM 吃掉了 那像我这一台RAM只有2G嘛 然后可能那个显卡也要吃掉 可能256了吧 然后再吃 就吃光光了 所以没有RAM的话怎么办 就跑得很慢嘛 所以 干脆把它缩小一点点 客难一点 如果你的你的环境也不是这么OK的话 然后这边的话按OK确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了 那理论上 大概 大概一分钟吧 理论上一分钟应该可以起的了 所以这边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Snake Sharp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边有个什么呢 Snake Sharp如果你也打勾 打勾的话呢 你下一次 在 启动的时候 第一次启动 请你用什么呢 用这个 Safe to Snakeshote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他启动之后还是比较慢 第一次一定比较慢 那第二次启动的时候 请你把 Safe to Snakeshote打勾 就是什么呢 Launch from Snakeshote 第二次启动的话 就很快了 大概 10几秒钟就整个就起来了 因为他只是把你之前的那个 环境 存在hardd里面 直接就起来了 可能要test一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先这个 按Launch 第一次还是比较慢 那第二次的话呢 再直接启动 大概就10来秒 这部分各位可以试试看 真的有比较快一点 不过 我有遇过一个状况 就是 打开之后 奇怪不能控制 所以 这个部分恐怕要test一下 那基本上 snakeshote它有它的优点 这个部分 OK那环境的话就ready了 再来就是说 上一次我们 教了 Hello World有 几个变化题 那这个部分各位也可以把它test一下 另外就是那个 Mutip button 就是多按钮的部分 多按钮部分 那 最后我们好像是讲到 这个 按钮部分 是可以 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但是呢 里面的话 好像 那个 直接清除就全部清除 如果说我今天的功能是要 按一下就清一个字 按一下就清一个字的话 那要怎么修改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 再想想看 等下再来看好了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ready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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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